詳細的說明的話 底下不是有個什麼 函數說明 裡面都有 實際上的話 裡面都可以有一些參考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是官方的文件 所以 他給的那個訊息 實在是 會看半天還是看不懂 所以 就是你們要大概了解一下 他的一個制式的說法 大概是這一些 有沒有他語法是這樣子 REPT 然後瓜糊 TES 然後裡面LUMBERTIES 幾次 然後底下會有個說明 必要的引述 有沒有 什麼叫引述這邊有連結 你可以點進去看 這個是必要的 必要的就是說你一定要給他什麼 要重複的文字 重複幾次 有沒有這邊都相關 註解等等的 還有範例 範例裡面的話也有相關的說明 你知道習慣之後 無論你有沒有用過這個函數 其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 都差不多的用法 所以 你們要學的應該是 學習如何使用函數的方法 而不是背那個函數 背不完 200多個怎麼背 所以你只要大概知道 那你就罩著 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 OK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REPT找到對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要放什麼文字 第一個你可以直接把這個 字Key過來或者複字貼上 或者直接指向他也可以 兩個方法 我指向他好了 C1 那C1之後的話 他會跟我們 其實裡面的Tester 就是這個信號 特別注意信號 特別注意 只要是Tester一定是前後 有雙引號 有沒有看到 那有雙引號就是一個文字 特別注意文字 前後有雙引號 如果前後沒有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它是一個 一般是指的是一個字串 就是數字的意思 是一個數字 就是 如果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就是文字 如果前後沒有雙引號 多半都是數字 都是數字 OK 那LUMBERTIES的話 幾次 那幾次的話 我們是根據銷售量 銷售量 所以我們優標就指向下面這個 點一下對不對 然後再指向銷售量 那不過你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158 所以他158個星 不是我們要的 除以多少 除以100 對 除以100之後的結果 他會出現在旁邊 1.58對不對 那1.58會有小數點 所以我們要把 小數點 無條件捨去的話 該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用什麼 INT函數 那INT函數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結果變成 只有1 0.58 去掉的話呢 非常簡單 就是在 B 3的前面 怎麼樣 引擎 研ika 引擎 引擎 1.怎么样